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是才华 第四个是性格 是哪一个 我想大部分人都会选金钱吧 或是说名声吧 但很少人会去选性格 或是态度 因为他觉得那是一种 非常隐藏的东西 或是那是一种 没有办法挣钱的东西 才华甚至比态度 性格还重要 可是我觉得 当我开始读圣经 我发觉经历人生的一些风风雨雨 发觉原来一个人性格 决定他的命运 也曾经有人说过 一个人的态度 决定他的高度 曾经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他有钱 有名声 有才华 他是柯达公司的老板 他赚进全世界的所有的钱 因为他 他卖的 他公司的底片 或是相片 是全世界最畅销的 相机也是 他有一次就每年都会环游世界一次 可是最后有一天 他环游世界回来了 他从他的金融大楼就一跳下去 就自杀身亡 因为他觉得这世界没有意思 他已经赚进了一切的东西 可是他心中还有一种悲剧的性格 他对生命有一种 没有办法解决的态度 纵然他拥有这全世界 他仍然选择了自我了断 所以其实再有钱呢 你再有名声 再有才华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精神 好的态度 好的性格 也许你成功也不能持久 今天我请到一个特别的人 他竟然拍了一个电影叫做《态度》 听起来就是很不会卖对不对 可是 当我知道他所要传达的东西 我非常感动 也许他所传达的态度 就是现代人最欠缺的 他是一个梦想家 但他也去实践他的梦想 我们来欢迎黑人陈建州 我们今天欢迎黑人 把你请来真的很开心 我早就想来了 你知道黑人我常常讲你的故事 你知道美国有一个牧师 他就站在台上就说 他最痛恨两种人 一种是有种族歧视的人 第二种人是黑人 这个节目难道也是这么娱乐的吗 没有 我们要那个异教娱乐 这是一个玩笑 但是我觉得 我们我的节目《黄国人意想世界》 一直在鼓励大家意想天开 我真的觉得你做了一件 意想天开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意想上帝为我们开天床 祝福 是 我觉得你做到了 你说意想 我也觉得 到现在还很多人都说 我是疯了 疯了 不会啊 你已经实现了 而且这个态度快要上映了嘛 对 应该播出了之后就上映了 然后持续在热烧当中 希望啦 因为国片来讲的话 我这两年拍摄嘛 那也学到很多 真的是课本学不到的 那国片 因为台湾其实这个政府 相关部门真的可以多注意一下 是 第一周票房没有到一定的数字的话 马上下档 好莱坞就进来了 对啊 那那个没办法 好莱坞本身大家都是商业片 商业取向嘛 那我在7月17号上映的另外一厅 就是蝙蝠下 然后大家会觉得我更疯 然后因为我能上威秀影城 因为那个老板很帮我 不用怕 不用怕 他帮我他就说 我还没有跟他讲说 我要来谈时段嘛 就是场子他说 态度欧人 我早就在注意你这个事情 那你今天来找我 王老板就能帮的尽量帮 他把所有的档期 就我那时候差不多 三四月就在跟他谈了 因为那个预先 你要booking那个时间嘛 然后在谈的时候他就说 你自己挑啦 我说你 他说他就问我说 你要什么档期 我说暑假啊 他就开玩笑了 他就会问啦 他就开玩笑 我说我希望暑假 因为暑假那个时候 小朋友放假啊 然后没事做啊 然后我希望是用篮球 然后是比较热血正面的 每年暑假都来热血一下 他说好 那你挑 我都看七月一号 全民超人 七月十号 都看weekend了嘛 赤壁 七月十七 蝙蝠俠 我说七月十七 那我的蝙蝠俠好了 我说哇 你真的不怕死 因为所有人都在散 包括羊片 碰到蝙蝠俠全散 真的 毕竟 我从来也没有想要跟别人比较啊 因为 是啊 你要上院线片 其实真的不容易 以我们一个本来要解散的球队 然后一步一步这样走 然后后来有拿到冠军 然后冠军之后 上院线片之前这两年 我早就跟大家讲说 我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上电影院 因为台湾篮球是这样 就是可能很多人打 但不见得会有人进场去支持 那一直是一个很小众 然后因为我们前面还有一个最普及的 就是棒球 我常常去谈事情的时候 第一句话 被企业主打枪的 或是拒绝的就是说 我投你篮球干嘛 我投棒球就好了 棒球更多人 可以大家封棒球 因为这个是事实 因为有王建民 然后有郭洪志 曹敬辉 这种就是往外走的旅美球星 那网络也会常讲说 我干嘛不在家看NBA 我去现场我看花钱 比如三百块买一张SBO的票 我能看到的是什么 对 对 那个其实所有的人 都会去回避这个问题 因为NBA本来就是技术 娱乐 就是最棒的 大众 那我讲的是一个小人物精神 了解 你来进场看球 你支持的是你地方的子弟兵 你家乡的英雄 那小人物精神 本来就是台湾最成功的一个关键 但是忘了 你说亚洲四小龙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 把那苦都大家吃下来 吞下来 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决心 把台湾拱到一个位置 那现在可能大家也安逸 然后也淡忘 尤其 不要说我们爸爸妈妈这个年纪 尤其我以下的这些小朋友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以前台湾是被 在亚洲是什么样的位置 那我们还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或这个社会的风气 那我们就成功了 你看 我看你的T恤 上面写 热血 态度 对 还有厂商也愿意支持 你的背面更精彩 来 背面 正面能量 正面能量 对 因为我觉得正面能量 可以吸引到很多人也愿意帮助 我认为人都有光明面跟黑暗面 社会有光明面黑暗面 但是你会觉得像黑人 我刚踏进娱乐圈这半年 我真的了解 其实好像特别是综艺圈娱乐圈 我们一直在挖人性的黑暗面 对 好像黑暗面才有市场 才有票房 才有收视率嘛 可是我这一次看到你态度 然后能够上滑纳威秀 能够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转机啦 就是说 谁说我们一定要做那些东西 我们做出一些感人的东西 真实的东西 最近你有一些 也是无望之灾 弄了一些有的没有的 负面新闻 对 因为有时候 像媒体现在就变成一个乱象嘛 然后也没办法控制 我们个人都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下 那我一直跟我们球员 有一个叫何守正 因为他一直被绯闻啊 这些骚扰啊 然后花边新闻 但他却是全SBO联盟里面 自我要求最认真的 至少是前三名 每天上健身房练球 然后他做的这些媒体不报 就报一些捏造的花边新闻 他好像只看到他是个类似花花公子 然后他会问我说 威哥怎么办 怎么办 那时候我很无奈 因为我自己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问我好不好 怎么办 我也很难 对 我就跟他分享说 我一直把 我一直把这个当一个 功课 没有 病 病 毒瘤 毒瘤 对 功课也是啦 但是比较深圳 而且我说毒瘤就是一个 像一个癌细胞 你必须要跟它共存 重点来了 当然人体有毒瘤 有癌细胞怎么办 要有健康的细胞进来 对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如果是劣弊驱逐良弊 大家都来玩这一套 黑的 阴的 暗的 我觉得大家都守 如果有希望 有梦想的人都转行 好 我们就不玩了 我们就走了 我们放弃了 其实这个地方 就会充满这个东西 对 要扩散 我觉得态度 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宗室 一个健康的细胞进来 但是它会扩散 如果让社会有更多 小小的细胞是健康的 我们社会其实会改变 但我相信 甚至是这样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 都应该是一个 这个 非常有趣 但很辛苦的过程 其实艺人 就帮助我做这些事情 是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它是媒体是一种力量 但同时也是包袱 因为很多企业 很多厂商 他很怕你来就是搏板面 或是浪费资源 花拳袖腿 然后做一些不切实际的 所以跟媒体 刚刚我们讲的是有关系的 那其实有时候会很痛苦 我了解 我讲人家会挑战我 就会反驳 他不想要年纪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那你这样可以拿多少钱 厂商通常都会 有时候会讲 我也好想问 你拿多少钱 免费 对啊 有些事情你必须去付出的 你为什么要做这事啊 因为我把篮球当作我 另类的父母 因为我从小 我父亲过世很早 那爸妈离婚的情况下 那 那我很多东西都是在篮球身上 学到还有教练 那我就回馈了心态 这件事情是无心插流 还是你两年前就已经有这个想法 它会成为一个纪录片 你希望给这个世界看 还是你只是一刚开始 只是一个小小的动机 想拍一些真实的东西 是哪一个 到底是怎么样开始 我的梦想 对 当然是用最高规格的来看篮球 那我一直想说 最高规格在台湾的 有哪几件事情 是可以做得到 对 把它呈现出来 台湾喔 因为我做行销的时候 我很敏锐 要对事情很敏锐 台湾像男生啊 是 比如像黄老师这个年纪 或我这个年纪 讲到两件事情 一定会非常感动和投入的 一个是政治 一个就是体育 这是非常非常投入 台湾男生的演技 台湾男生就是这样 那政治我没有办法去做 那我就做体育 那演艺圈啊 我自己也在其中了 三金来讲 金马 金钟 金曲 什么是最高规格 金马奖 我目标这部片我希望 我的梦想根本还没有达成了 我希望是入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他们应该 有没有在拍摄的过程中 就觉得说你不要再拍了 我就翻脸了 有啊 导演他脸被拆了 我跟你讲 请问一下下载 现在怎么改进 假设你说我是导演嘛 嗯 就是这样 最后还要捅进门 不要拍了 还在拍了 这种你不要拍 你没听到啊 然后起来要拿椅子 要开始 没有理解 那种不消息 觉得 此不消息 可以 这么不消息 你 没听到 感谢观看